第四章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试想 马可福音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 耶稣用了撒种的比喻 主要是在讲 祂宣扬这个神国的福音 祂宣扬这个神的国境 然后祂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君王 那大家要认罪悔改 然后信靠弥赛亚真的来做亡了 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福音 那到底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福音 接受程度如何 因此第四章的时候 耶稣就做了一个撒种的比喻 代表说 祂就撒了这些神国福音的这个道理 就像种子一样 那大家的心里面有没有领受 这个福音的道理呢 看来很多人都不领受 而领受的人呢 好像也有程度的低跟高 因此领受的人 他的心是豪土 可是也有三十倍 也有六十倍 也有一百倍的这个 长出来的收成 代表说信心其实也是渐进式的 代表信心也是有一个高跟低的成长的过程 因此讲完这些撒种的比喻 和这些神国的比喻之后 开始在第四章的后半段跟第五章 就用四个神迹来问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大家到底 看了耶稣行这些神迹之后 你们这些当事人 到底有没有知道或是有没有认识 其实应该是说有没有接受 愿不愿意接受 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呢 看起来大部分人都还是不接受 包含他自己的门徒 也包含格拉森那个地方的很多的外邦人 有一些人好像比较靠近答案 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讲就是 那个豪土 心里面像一个豪土 比较谦卑 比较敞开 而领受了耶稣的神国福音的种子 要记得哦 神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耶稣就是那位应许要来做君王 建立神的国度的尼赛亚 那有一些人 这些人通常都是生命走到尽头的人 我们常讲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因此那个被鬼附的人 那个许露的妇人 还有那个女儿死掉的附近 管会堂的埃鲁 他们已经束手无策了 因此他们的心就特别柔软 他们就领受了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权柄 对他们所彰显出来的言教跟身教 言教就是神国福音的内容 身教就是耶稣具体的行出这个弥赛亚君王权柄的神迹奇事 但是当然这样都还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的信心需要继续成长 要有三十倍然后呢六十倍然后呢一百倍的子力要成长出来 那马可记载完在加利利海的西岸跟东岸的许多这样的大家的反应之后 第六章马可继续把场景拉到耶稣自己的家乡拿撒勒 拿撒勒他不靠近加利利海的周遭 拿撒勒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 在更往西走的这个山丘丘岭里面 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 耶稣离开那里是指离开加利利海地区 来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 这是一个小村庄然后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稀奇 任何一个人听见耶稣的言教跟身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稀奇 为什么因为都是感受到耶稣的权柄 听见他讲天国的道理的人会稀奇 是因为他感受到耶稣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 仿佛自己就是那位有权柄的君王 在教导大家神国的道理 所以他们稀奇 而看见耶稣行使神迹奇事 例如平静风和浪 例如叫鬼赶出去 叫血肉的妇人痊愈 大麻风的痊愈 叫死掉的小女孩死里复活 也是会他们看到这些结果也会很稀奇 因为他们看见这位弥赛亚君王用他的君王权柄 这个使一切失丧的人重新被主夺回 那所以反应都是稀奇 但这个稀奇带来的结果反应也会不一样 稀奇之后有的人是更强烈的抵挡耶稣 不承认他是弥赛亚 有的人是就更谦卑更柔软的接受耶稣 他很可能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反应 那我们看见这些乡亲们 从小看着耶稣长大的这些街坊邻居们 他们听见耶稣在会堂里面 好像是一个弥赛亚君王的这种权柄 在解释神的律法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稀奇 可是他们接下来反应呢 他们是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各位啊 这人 他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这家伙 哇很不客气耶 瞧不起耶稣 这家伙 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 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匠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怎么样 厌弃他 云文座 他们就因他跌倒 什么意思呢 他们一方面当然很稀奇 就是耶稣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能力 行出这一些弥赛亚君王权柄的言教跟身教 可是呢 他们心里面 就是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从小看耶稣长大 这家伙 这人 他不过就是个木匠嘛 对不对 那当然一个木匠他也做实匠的工作 也就做一些修理器具的工作 就他就是一个匠人 我们认识他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匠人 再来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这个也是一个很鄙夷的一种形容 通常犹太人会说他是某个男人的儿子 而不会说他是某个女人的儿子 他应该说他不是耶稀的 这个约瑟的儿子吗 他不是 他是说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代表是一种很鄙夷的 甚至很可能在这个鄙夷里面 都还掺杂了一些对于玛利亚 当初是还没有嫁给约瑟 就怀孕这件事情 可能心里面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在酝酿 在滴滴姑姑这些事情 所以就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评价 是不是很高 然后他的这些兄弟姐妹 不是都在这里吗 他不就是跟我们一样是很平凡的人吗 他以为他是谁啊 他自以为他是弥赛亚 他的言教生教 自以为是弥赛亚 显出这种权柄 因此这些乡亲们 反倒因为他们自认为太了解耶稣了 而拒绝接受他就是弥赛亚 经文说他们就因耶稣他而跌倒 第四节耶稣就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说通常都是这样 自以为认识先知的人 反而对待先知最不尊敬 以至于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不当一回事 对先知是如此 何况是对弥赛亚 因此耶稣就说 真的喔 因为他们自以为很了解我 反而是最不认识我 最不了解我的人 弟兄姐妹们 这可能是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我们可能信主很久 也服侍主很久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 最认识耶稣的人 但很可能 当我们的关系 跟耶稣不再 每一天越来越亲密的时候 我们反而比那些刚信耶稣的人 比他们还不如 因为他们可能 每一天都 不断的越来越认识耶稣 而我们却每一天 越来越不认识耶稣 越来越离耶稣更远 那第五节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异能 为什么 因为人不信嘛 不信的人耶稣 抵挡的人 耶稣也不会去为他 行什么神迹歧视 因为他们已经不承认 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 耶稣自然就不会在他们身上 去彰显弥赛亚的权柄 去施行弥赛亚的身教 就是行神迹歧视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弥赛亚 就不过按锁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代表说只有少数的人 心是比较柔软的 因此耶稣就医治他们 那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耶稣也是很惊讶 就是说 哇我这些乡亲们怎么 心应到这个地步 耶稣也是很难过 因此他就离开他的家乡 就往周围乡村去 继续去教训人 就是继续去施行 弥赛亚的演教跟生教 给其他愿意听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有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是很认识你的人 我们过去有很多经历神的经验 我们信主很久 我们在教会也有日复一日的服事 但是很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麻木了 我们对神的认识已经退后了 我们不自知 还在骄傲 还瞧不起那些刚信主的人 他对主是何等的柔软 而主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 是不断的更新 主啊求祢怜悯我们 不要让我们心里面成为硬土 求祢圣灵常常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柔软我们的心田 使我们在祢面前永远谦卑 永远向祢态度是敞开的 好叫我们不是远离祢 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